第1336章 连变态都觉得变态 王轩挣脱最高等精神世界 并未进入相对应的神秘宇宙 从重重宇宙中挣脱出来 立足在虚极的深空尽头 他的确感受到了这里的异常 层层叠叠的宇宙 有的彻底腐朽了 残破不堪 不限于超凡领域 连现世都走到自身存在意义的终点 也有宇宙蕴含着勃勃生机 内里群星璀璨 像是刚诞生没多久 超凡 还有宇宙 生灭无常 聚散不由人 王轩占须迹之地 那些死去的宇宙 那些新生的世界 如瓦丽与萤火贡献 四班博古话卷中 见褪色的水墨 他准备好了 要向这超凡路上 最重要的高山攀登了 进行生命层次最高领域的蜕变 都来到这种地方了 向真圣进军时 应该不会有人来阻道吧 王轩扫视深空 其实 他想验证一些事 当远离六大超凡 源头所在的中央区域 来到永济大伞都彻底模糊不见 肆意消散的地带 这里还有到的运转轨迹吗 比如天节 唯一的道 永济时期遵循的准则等 这一切都还适用吗 正是想探究这些 王轩才多走了 二十个元神年的道路 驾驭全领域六破迷雾中的小船 在精神天地中横步 不知道现实世界 已经跨越过去多少个宇宙 难以估量啊 好了 我该破线了 王轩走出迷雾 沟通命土后的神秘因子 保证自己 在这片特殊的死祭之地 不缺少超凡之力 同时 他周身道运流转 元神和肉身共振不止 咔嚓一声 超凡领域的破裂之声响起 像是打碎了某种枷锁 王轩全身都开始流动 莫测的圣光 他正式破线 肉身和精神都开始升华 持续地蜕变 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超越遇到大境界 常规九重天的极限 自这一日开始 他才算是真欲道极的高手 天节呢 难道我来到了神话之外的天地 这里不再遵循固有的超凡规则 但是显然 他的超凡之力还在 不然怎么能横渡到这里 并开始修行 路上最重要的涅槃 猛然间 震耳欲聋 天节终究还是来了 打破了此地万古的寂静 滑破黑暗 击碎无尽升空 瞬间 王轩就身体摇动 全身飙血 骨头劈啪震动 像是要全部断裂了 元神之光更是剧烈闪耀 还真是意外啊 我到底来到了什么样的区域 连天节都这么诡异 这样的理气 他全身蒸腾圣光 治疗伤体 天节之光 竟是来自两地 部分从六大超凡源头 所在的区域涌来 部分从未知的前路袭来 最终并不是自他头上披落 而是两者交汇后 在他体内炸开 这就有些变态了 天节像是由内而生 咔嚓 第二道混沌天节之光出现 依旧在他体内爆发 这真是理气了 无比致命 不给人以活路 这么反超凡吗 王轩曾应对过各种危机 这还是头一次感觉无比棘手 境遇上这样不走常规路的大劫 到了现在 看不到六大超凡源头区域 以及前路所涌现过来的可怕光束了 结光开始凭空在他体内诞生 迸发 他的血肉 他的元神 都在被圣人的的雷霆照耀着 交织着 全身都透亮了 从皮肤中 从口鼻尖 从天灵带那里 向外喷涌 并且 他伴着真血四剑 骨头乱颤 精神领域如海啸般席卷 麻辣个鸡 王轩忍不住了 想对天对的 对六大超凡源头 对归真之地 这是什么非典型破天节 他负伤了 各种光在体内炸开 换其他人来 肯定会解体 就是单一六破者 以及双六破者等 也撑不住 原本他是以超脱的姿态堵截的 根本就不在乎漫天闪电 无尽雷光 全领域六破 不是说说而已 他昔日又不是没渡过 然而 为了验证心中所想 来到这种特殊之地 他居然遇上了变态之劫 前所未有的体内劫 而这只是开始 这种结光像是 积累了旧热的分源 这次要给他好好上一课 从内部瓦解他 接下来 混沌天节连成片 不再是上一道熄灭 下一道才来 大雷 小雷 连绵不绝 生生震耳 血液 元神之光 都不断溅落出去 部分真上来了 都必死无疑 这么坑吗 王轩也急了 将杀阵图寄入体内 瞬间他就冒烟了 草藤 沙漏等六个元神 圣物浮现 顿时裂开了 十五色木簪 刹那被打飞 程道平被轰击地连着阵洞 似在颤抖着行李 像是在至今着 神秘的天节之光 指望不上啊 大劫起于内部 终究还是要反馈到 我自己身上来 无论是精神还是肉身 都逃脱不了 王轩确定了 外物不可用 这种无尽的雷劫 他数次想放逐出去 但是都失败了 结起肉身中 诞生元神内 不将他垂碎不罢休 他全身毛孔喷雪 机体被击穿 头盖骨被掀开 红的和白的四剑 元神之光如神花盛放 当然是被动战开 这样遭罪 实让他都有些承受不住 王轩都没辙了 只能硬抗 拖延时间 争取到天结之光 全面退潮 他自认为在超凡领域 一路崛起无比猛烈 连着六魄 成为别人眼中的变态 可是 连他都觉得 这种雷光很变态 不干人事 一瞬间 他在精神领域 具献出满天星海 映现36重天 压制雷光 但是 效果不佳 框的一声 宇宙星海 36片奇异宇宙炼制的天地 都被击穿了 掀翻了 他的肉身中 每一寸机体 每一个细胞中 都浮现星光 他在运转星河洗身经 接着精益又被重塑 换成他改良后的精片 血肉中 一片一片宇宙生灭 旋转着 取代单一的星辰 斜作共振 结果 扑的一声 他的肉身被撕开了 他还是无比吃力 渐渐挡不住了 常驻人世间 万法熄灭 我不灭 王轩身体摇动 愿景树陪着他 摇曳无尽的束法之光 现在 他超脱在现世外 居然也被这种变态的天结所击 肉身和精神一次又一次地裂开 逃离这片特殊的地方 天结是否会回归正常 王轩忍住了 还在支撑 他有点不信邪 不服气 有他挡不住的结光 就这样 他硬撑着 肉身和精神在毁灭与星生中徘徊 斩不尽 瞬息复苏 他在追求一种平衡 随后 在剧烈的痛苦中 他和变态雷光共舞 既然没办法躲避 挣脱不了 那就尝试各种实验 他隐混沌结光 沿着各种经文运转的路线 在他体内循环 在精神领域中流淌 这当真是批出一个又一个崭性的奇景 绽放出一个又一个修行领域的新世界 王轩全身的骨头都被震碎了 血液都要被烧干了 元神之光像是在被除草 他的形神灵境被斩灭 又复苏 这种毁灭性的大爆炸 是一个持久的过程 他再怎么折腾 也只是勉强维系某种平衡 随后 王轩进行六魄领域的大逍遥游 骨与肉分裂 缺体解体成很多块 元神之光也挣脱 各自身游与神游 摆脱体内的结光 然而 混沌天结也分化了 各自去追杀 一副要彻底干到他的架势 没有办法 王轩再次重聚肉身和精神 不再分家 将混沌天结之光 当成浓郁无比的超物质 在体内运转 形神炸开了又炸 木天 王轩觉得 或许六魄领域的真木天 可以压制天结 煞时 层层大木在体内与精神中腾起 覆盖结光 压制他们 然而 赌不如书 压到一定程度后 他体内各处大木世界 来了一场大毁灭 轰的一声 炸得王轩开始怀疑人生 过去 他演练碎胸拳 破胸脚 还洗线对手的头盖骨 今天千百倍的 都在他身上找回来了 他抱了又抱 一遍又一遍的复苏 甚至 赤胜的混沌雷光 还要由内而外 给他来个层层叠叠的 钻脖子大法 刺目的闪电 要勒断他的景象 最后 连世人眼中的 变态小王都 受不了这种刺激 以成道平 将命土后方的 十五色旗竹 与各种药草 都给搬运走了 接着 他引雷投进那片世界 这是逼着我改变 创法呀 王轩张嘴间 喷吐的都是混沌闪电 他总算 不再是持续的暴体 与飙雪了 他构建桥梁 贯穿命土 同时也在演化 全新的经文循环路线 他将命土后方的世界 也算进来了 可怕的天结之光 被视为超凡之力 在他的体内 在命土后方 实现了一次 外人难以想象的大循环 一时间 那虚境之地 那条陨石路 还有那一片又一片 神话物质海 所有的宁记 都在今日被打破了 一道惊雷震动此地 接着 一片又一片 胜烈的天结之光 划破各大 神话物质海的上空 这样的运转路径 那真的是长得变态了 这给王轩带来喘息的机会 他从容了不少 炸吧 有那儿外 我看你还能多变态 这种所谓的 漫长的经文循环路线 只是相对而言 其实依旧运转得很快 宛若两地道运纠缠 刹那同步 不过 天结被均匀分开 长时间地流转 更迭 王轩的状态 确实得到改善 来啊 能不能再猛一些 按照我的意志 为王前驱 我划定经文路线 你遵从并贯通 第1337章 旧超凡源头 天结之光 在王轩的肉身 和命土后的世界中循环 贯穿命土 通过陨石通道 在神话物质海 和他自身之间 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关系 以前只能算是 小六魄领域的经文路线 现在这才算是 大六魄的框架 尽管王轩的身体 依旧不时就爆出真血 原神一伴着混沌 雷光起伏 交织 但总算比此前 状态好多了 王轩思感蔓延 精神扩张 顿时万法兴起 各种经文 密篇 曾经研究过的路数 都浮现心头 在大循环路径中 重新构建 到了最后 他不局限于此 将适合自身的 大六魄循环路径 延伸到体外 无声无息 内景的打开 此外体外 虚空裂开 他在演化体外 循环路径 借此可以干涉 与撬动那层层叠叠的 外部宇宙 怎样完善 则留待将来 命土后的神秘地界 王轩自身 以及外部诸事 大循环框架确定 这种经文共振的道路 就有些壮阔了 当然 这种路径随时可以更迭与改变 根据大环境变化 而有所取舍 当天节之光贯穿这样的路线后 算是稍微被驯服 在漫长的途中 抹平部分棱角 没有那么爆裂了 王轩的形体和精神领域 炸开的次数明显变少 频率降低 当天节之光在体外流动时 偶有失控时 倾泻向外界 景象有些恐怖 附近有腐朽与残破的宇宙 在被击穿 在龙龙声中破碎 终于 混沌雷霆暗淡了 渐渐消失 整片体内世界归于平静 不再有恐怖的雷音 但是 王轩的大劫 并未就此结束 该有的历程没有减少 紧随而来的是天灾 大道漩涡如期而至 宛若飓风 撕开深空 带来各种灾难性的景象 远离一号超凡源头 天灾的呈现形势 还是有些不同的 没有超凡光海 没有围经物品等显照 然而 它轻松的语气 没有维持住 神色迅速凝重起来 大道漩涡一个接着一个 像是停不下来 它以为六个大道漩涡是极限 大不了再来另外一组六个 阴阳对称 这样就顶破天了 实际情况是 一点也没有对称美 先从它来路那里来了六个 又从它的前路那边来了九个 十五个大道漩涡 都流动着特殊的光彩 交织出梦幻般的奇景 世间各种灾难都映现出来 王轩虽然面色严肃 但也不处 多几个就多几个吧 只要别再次在体内爆开 就没什么大不了 这 怎么又变化了 它露出金融 自来路那边 而置的六个大道漩涡化形 宛若六个超凡源头巨线 相当的恐怖 而那自前路来的九个大道漩涡 成为九堆灰烬 一时间漫天扬洒 将它淹没 黑沉沉 无比压抑 这一刻 王轩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比面对体内天结石还狼狈 六大旋转的神话源头 镇压下来 霸道无比 让它机体都要崩碎了 宛若到的有形之体巨线 九堆灰烬 则疯狂吞噬它的超凡因子 想剥离它的道运 似饥饿到极点 无物不吞 将它都要搅碎 吸收 一时间 便是它的周围 外部区域 都有各种奇景交织 有灰烬洒落 远处的腐朽宇宙 应受到波及而塌陷 王轩晚若被包了十五层皮 艰难熬过这一关 接下来是红尘节 谁不是从现实红尘中来 有各种恩情因果债 在这种大节中 得以体现出来 相对而言 这对王轩来说最简单 当看到手机奇物 无 有 道等栩栩如生的出现时 他笑了起来 我和无有道空交际不算很多 应该是因为 拿了他们压在三十六重天下的经文 这样也算啊 接下来 各种熟悉的面孔相继出现 包括老王和大王等 没得说 在杜节过程中 又不是那些人的真身出现 他没客气 承受着他们的密法攻击 而后他框框一顿猛靴 王轩杜节虽有意外 但整体还算顺利 他正是踏足遇到十重天领域中 成为有争议的真圣 他当然不会说自己现在是伟圣 因为其真实战力 让他有底气 他心情大好 终于走到这一步 而且 按照诸圣的共识与经验来看 度完真圣大劫后 稍微休养 沉淀一段岁月 还能迎来一次破线 当成为无争议的真圣后 进阶彻底稳固后 再想破线的话 提升到横等 那就艰难了 每一重天 动辄都需要一纪元 杜节留下的老皮 烧黑的真血灰烬 如果收起来 度过永济时期 保存数以一载 还有药效吗 在刚才渡劫过程中 王轩照拂了六件元神奇物 让他们经历部分天节 但是没有 全部让他们承接 说到底 这些圣物 都是他一路庇护 强行拔高上来的 到了现在 他全领域的破线节 越来越猛烈 他们难以全面熬过去了 即便有王轩庇护 他们也不可能 度过完整的大劫 但是 这种圣物 若是送给别人的话 依旧还算是无价瑰宝 他们和六破领域沾边 但和全领域彻底无关了 我是否需要亲自 炼制一件武器 王轩自语 最后他摇头 放弃了以前的想法 根本没有必要了 这世间最吸真的材料 最非凡的奇物 有能经历几次六破呢 无论怎么看 都不能和他相比 他自己就是最强武器 全领域六破 非外物可比 经过验证 唯一的道无处不在 在这里渡劫 也能体现出来 王轩早先是还以为 这里可能没有天节 不需要遵循昔日原有的准则 这边的世界有些奇怪 他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抬头望天 涌机大伞彻底不见了 但是他依旧受到影响 他向前走去 准备接触前路的神秘宇宙 可是 没有涌机大伞的地狱 他的困乏之意未减 照这样下去的话 我还是要沉眠 这是什么情况 他扫尸四野 圣极感知提升到极限 甚至 他开始追溯过往 遥望古代和道有关的奇景 王轩踏足真圣领域后 可以有选择性的回溯 可谓手段通天 他面色严肃 开始探究前路那片 神秘宇宙的古老年代 一时间 他竟然气血翻腾 整个人都要崩开了 这是承受了莫大的因果 他看到了过于逆天的奇景所致 刹那间 他立足在迷雾中的小周上 急速倒退 但他眼中映现的部分奇景还在 让他震撼不已 感觉心神都要炸开了 他看到了前路 也曾有一柄大伞 遮住了诸天万界 覆盖了前路所有大宇宙 但是 在最后时刻 他速速碎掉了 化成灰烬 落在诸世间 前路灭法 所以 我的来路那里心法 这是一个循环 还是说 两地原本都有法 各有一个大伞 但前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彻底落幕了 前路 那重重叠叠的宇宙 散落着那柄大伞的灰烬 至今 整片无量地界 都还保留着浓重的永迹气息 所以 前面神秘地带没有散了 王轩临近时 还是有睡意 或许 我知道前面是什么地方了 王轩猜测到了 事实上 他渡劫时的某些奇景 就已经初步为他揭示了 接下来他要去印证 早先他进入的 那片最高等精神世界 所对应的现实宇宙 就是最好的目标地 因为 那片最高等精神世界中的残疾表明 在那无比久远的过去 那里 曾经有高度发达的超凡文明 目标宇宙 实在太古老与腐朽了 刚一临近 王轩就发现 不止一条宇宙大裂缝 这不是自然形成 是昔日被展开的 他无声地深入 去探究真相 里面暮气沉沉 整片宇宙星海 都缺少生气 不止超凡文明落幕了 就是普通生灵都绝迹了 因为 整片宇宙正在加速走向死亡 存在年限实在太漫长了 黑一栋诸多 根本就没有生命蓬勃 与宇居的星球了 但是 王轩却对此地评价很高 道 这里不简单啊 恐怕曾经极度辉煌 哪怕整片宇宙都走到尽头 这里依旧残留着丝丝道运 他将那夜枯黄的纸张取了出来 并没有期待着 凝聚到金文真运等 毕竟 此地落幕太久了 他只是想通过残留的道运 姑娘这片就宇宙 当年的璀璨 很快 这片腐朽宇宙中 灰烬漫天 那是金文残业 都早已毁掉了 漫天飘落 昔日 确实无比绚烂 王轩家玉迷雾中的小船 周游这片古宇宙 途径的很多地带 都有大量灰烬与残碎金文神运 激荡而起 半年后 他在一处特殊的地带停下 煞时间灰烬滔天 在道指在这里悬浮 凝聚过去的金文真运 没有具现出真经 倒是让此地一块巨大的万法石 出现丝丝道语 万法石本是违禁主才 能炼制圣物等 可是连他都破烂不堪了 在岁月中 失去应有的至宝特质 丝丝神韵在巨石上出现 淡淡影子晃动 王轩立刻配合宰道指 浑身发出无量光 跟着激活与复原此时残存的真意 唉 第八超凡源头也熄灭了 再也不会亮起 巨石上模糊而微弱的一缕烙印 被宰道指和王轩巨献出来 竟捕捉到这样的叹气声 充满无力感 这是古代超级六魄强者 精神波动留下的信息 王轩道 果然得到验证 这里是一处旧超凡源头 彻底化作灰烬了 神话火光再也无法点燃 他的心绪波澜起伏 自语道 阳九 阴六 这种传闻并不为虚 我今天见证了 昔年 归真古切 石灯 连着那片地劫中 王轩和火 白丽等人相遇 众曾经讲过 有真王曾经见到过熄灭的超凡源头 按照那位真王的推测 前后共有九个超凡源头熄灭了 被称为养九源头 超凡者每个大境界的正常划分 都有九重天 对应着养九 而同一大境界隐藏的层面 还有破线路可走 对应着六重天 被称为阴六 冥冥中还真的存在某种规律啊 境界划分 存在阳九和阴六 想不到超凡源头的总数 也曾这样对应着 王轩叹息 不久前渡劫时 他曾看到九堆灰烬漩涡 六个源头漩涡 也在揭示与印证当中的关系 九堆灰烬漩涡 预示着养九超凡源头都熄灭了 过往皆为灰烬 王轩知道 自己来到了养九源头 对应的无量宇宙 只是这里的神话 永久性地落幕了 连那对应着的大伞 都已成灰 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因六源头 是否也有走到尽头那一天 成为六堆灰烬 王轩驾玉米屋中的小船 带着在道指 在这片死气沉沉的宇宙探索 一个超凡源头 最终停在这里 崩溃于此 值得研究 最后 他有所觉 寻到这片腐朽宇宙 最特殊的一片地带 这里灰烬成海 随着他接近 在道指发光 共鸣 共振 一时间不止黑灰漫天 还有那么几页经文 在腐朽中发光 冲起 王轩心头震动 这都多少个纪元过去了 恐怕最少 也都有一百纪以上了 居然还有真经被据现出来 这很惊人 他估摸着 这几页的经文层面 应该对应着极高的领域 不然的话 早就什么都不存在了 嗯 突然 王轩感觉不对劲 这海量灰烬之下 有异常的动静 灰烬深处 有个沉睡的生灵被打扰 快速复苏 但意识还不是很清醒 发出模糊的原神之光 谁 那个生灵的精神连一荡漾 似有所感 终于被彻底惊醒了 这么漫长的岁月 这里还有活物 王轩怀疑 这该不会是 归真路上跑出来的 真亡遗害之一吧 第1338章扫墓人 那被惊醒的生灵 警惕中意带着惊异 其精神连一 自那枯竭的超凡源头下激荡而起 顿时 大半个宇宙 都开始无声地飘落灰烬 扫墓人 王轩回应 在说话前 他已经无声无息地 驾驭迷雾中的小船 来到这片腐朽宇宙的另一端 无尽星系已在船后 灰烬海之下的生灵动容 这种速度不一般 一次精神火光的绽放 就横渡大半个浩瀚的大宇宙 尤其是这里 曾经是最强源头中心之一 壮苦无边 为谁扫墓 为之生灵开口 大雾涌动 黑色物质扬起 遮住了大量的星系 这是曾经腐朽的阳九 对应的第八源头的结辉 祭奠故人 都不在了 平掉一个时代 一个源头 曾经光耀诸世 无尽宇宙 横河杀树 它都算是其中最灿烂的之一 王轩让自己带着极许沧桑感 保持神秘 至于灰烬海中 那四叶经文 早已没入他的眼底 那是昔日不朽经意的 再现与凝聚 和再道之共鸣 当吸收到的刹那 四叶经文 就重新速速坠落为尘埃 为神韵长存 其材质本身 早已再数不尽的 纪元流逝中 和浩如烟海的经文堆 归于灰烬 我不认识你 黑影他在阳九对应 第八超凡源头一记上 看向远方 暗自戒备着 他历经无量劫 各种怪诞与可怕的场面 见得太多了 走过诸室 见过无边血色世界 有些人早已不是人 什么都做得出来 甚至 就是他自身 都和过去不一样了 还算是正常的生灵吗 完全不同了 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在祭祀那些 再也不可能出现的人 缅怀消亡的时代 王轩站迷雾中的小船上 瞬移 又到了宇宙另一端 无尽熄灭的宇宙星海 如沙尘般在脚下缭绕 远去 这么夸 第八源头 挥进海下的生灵 微微心惊 道 既是意外 那就各走各的路 有缘再见 他带着大雾 贯穿这片腐朽宇宙的大裂缝 瞬息就消失了 因为 竟然摸不清对方的底细 没看到人影 王轩驾驭小船离开 而后 猛然加速 更是进入最高等精神世界 乘船远渡 因为他也没底 到现在 他都没摸清对方什么路数 状况如何 枯竭最起码 上百纪元以上的一处源头下 竟有活物沉眠 这着实异常与出格 主要也是因为 这地方太过于特殊了 养酒都早已不存在了 熄灭为酒堆灰烬 竟有人长存 他停了下来 坐在小船上 自己倒了一杯茶 浅饮一口 平息起伏的心绪 到了圣级领域中 他已经可以站在船头 盘坐茶几盘 小船对他全面开放了 正如他所料 一周一茶 都是他精神领域的蔓延 是他全领域六波道谷的部分体现 他从茶几上拿起那本经卷 上面记述的 都是他所收集到的各种经典 都是遇到领域的蜜片 寿黄金 平衡大道 压在三十六重天下的经文 此外 还有他自身的感悟 对六波的体会 以及常驻人世间 大逍遥游等栩栩如生的画面 王轩翻阅 看到了刚才在 养酒第八源头灰烬海中得到的新片 这是道的凝聚 精神层面的共鸣 无量宇宙腐朽 终归尘埃 唯道不朽 唯我唯真不灭 王轩自语 他观跃惊异 面露严肃之色 这果然不是简单的东西 称得上无上篇章的精粹 浓缩而成 四页经文 其上限大概是在四的大境界六波 按照归真路上 中这样重量级人物的说法 这是真亡领域 远方 第八源头上 黑影再次无声地出现了 他重回这片腐朽的大宇宙源头地带 寻找刚才的未知生灵 结果 自然是什么都没有了 万事成尘 超凡成灰 我还活着 存在得意义何在 黑影眼前浮现出 这片源头世界璀璨的大时代 星河灿烂 飞仙者无数 神话海起伏 亿万种族良性尽竹 天地万物生机勃勃 争道者不时崛起 照耀大事 还能复苏吗 我等了太久 九大源头 何时再现照亮诸师的火光 或许 我该去归真之地转一转了 再争上一回 前提是他还在 王轩月把浓缩的经文真解 回味与思索了很久 这是他六波路上 值得借鉴的点击 算是养料 到了现在这个层面 他不再是模仿 重现他人法 而是有效地吸收 融入自身的体系中 他确定了 阳九这片宇宙海中 若是以第八源头来估量 在四个大境界六波 大概就是尽头了 至于在此期间 不同的超凡源头相遇 融合 分离 熄灭 以及从诞生到最后 神话彻底死去 各种悲观离合 他就不清楚了 但是能够想象出一些 王轩从最高等精神世界中走出 来到一片陌生之地 但毫无疑问 依旧在阳九所在的范围内 他重新眺望 并再次追溯 又一次看到了无尽的大伞 速速坠落为黑灰 彻底消亡的画面 这当中涉及到莫大的因果牵连 仅是匆匆一瞥 他就赶紧斩断 确实还在这片地界 连永迹大伞都腐朽了 有些可怕呀 以史为鉴 所有这些都是 因六源头俗对应的未来吗 王轩自语 观过去可知心涕 渴望未来 跟他伸手 以自己目前的极限手段 去具现那大伞 昔日飘落下的黑色灰烬 无边的手掌 覆盖这片深空 很快 他的掌中就出现少许黑色的物质 有些熟悉感 他研究了很久 眉头深锁 道 有因六源头正在下的 黑色大雪的气息 不完全是 但有相近的特质 这又让他生起先前的念头 究竟是一边灭法 另一边心法 还是两边都在走同一条路 最终的结局都归于腐朽 本质是什么 为何会如此 王轩遥望深空 扫视重重叠叠的无量宇宙 如果有敌人也就罢了 还能有针对性的对抗 可是眼下一切都是未知的 曾经的养久源头全部消亡 不知因由 是自然演化 还是有莫名的生物 与未知的对手入侵导致 未知让人敬畏 不安 常规与明确的对手 反而可以激起人的斗志 连王轩走到这片地界 看到了个各种所谓的真相 现在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头绪 只能看着深空 久久出神 随后 他以圣级道行具献出四页经文 来自杨九第八超凡源头的典籍 发出颂经声 以此为影 看一看能否牵连出什么 王轩付诸行动 想在杨九所在的宇宙汪洋中探索 他为了提速 再次进入最高等精神世界 而后上路了 没有挥霍时光 他将具现的经文挂在船头 一边远渡一边修行 以原神衡量 65年后 他真的有所发现 某片最高等精神世界 导致船头的经文发光 略微共鸣 王轩停了下来 仔细搜索后 进入相对应的现世大宇宙中 刚一踏足 他就感受到了没落 衰败的契机 此界走到了终点 浩瀚宇宙残破了 这里是杨九的第七超凡源头 最终 王轩在一片灰烬海 发现真相 他之所以能找到这里 是因为 第八超凡源头 曾经捕捉到过此剑 融合过 但最后走向萧王时 两个超凡源头又崩开了 回归分离状态 四页经文 有这个源头的浓重气息 也有这里的经意 最终 他在这里具现出 不朽的真经神韵 但很可惜 都被包括在第八源头的 四叶浓缩的真结中了 这片灰烬海中 没有活着的生灵 作为一个超凡源头的核心地 下方只有一些残留下来 但却腐朽的围禁材料等 也有破碎的尸骨 必然都是无上生灵 但是如今所有的痕迹 都快彻底抹去了 越是细咎 王轩越是心头沉重 因六源头 如果最后 真的也发展到这一步 实在是可悲 他虽然对自身有信心 但是 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未来将归何地 黑夜让我难眠 难道就是为了 让我寻找一处 又一处超凡源头 从因六到阳九 我确实在一意见证 王轩转身离开这里 仔细想来 在因六的超凡一号源头 被神秘白毛惊醒后 他一路逃出来 除却老六源头没见到外 其他都走访过了 现在 他更是进入消亡阳九地界 岁月匆匆 王轩一边修行 一边赶路 又探索了百年 他张哈欠了 有些困意了 不行 我得回去了 万一在这里长眠 远离超凡源头的火光 很难说清什么时候会苏醒 即便远方的六大超凡源头复苏 可让他醒来 但是 赶路过来时 曾耗费了三千多年 纵然他想及时回去 可万一迷路 以及兜兜转转 说不定就会耗去几千年 那样的话 等他真正回归 说不定全新的遗迹缘 又要结束了 这一刻 王轩更进一步体会到 每一季超凡复苏的时间 太短暂了 相对这漫长无边的岁月 真的只是一抹流光瞬息 划破黑暗 微秒到让人觉得无力 让很多洞悉真相的超凡者绝望 走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 养九复苏 王轩全力赶路 踏上归城 让他无奈的是 距离真圣大劫 快过去小两百年了 他还在伟圣领域 没有迎来第二次破线 按照诸圣的经验 这个时期不会很长 只有少数人 可能需要积累千年以上 王轩 及自己以前的修行速度推算 认为自身 应该不会耽搁很久 结果这次倒是反过来了 会不会是因为 六破过于超纲 根本就没有伟圣一说 根基太深厚 每提升一重天 都是按照我自己正常破线时 应该对应的真实岁月来 王轩顿时有点麻 踏足圣级领域 第一次破线 也就是来到遇到十重天 以元神年衡量 他足足耗时三千二百七十六年 这意味着 想要来到遇到第十一重天 在他沉眠前不见得能抵灵 大概来不及了 因为 他不知道 自己是否还能支撑三千年 永济时代 早先使他睡不着 四处骚扰超凡源头的六破老怪物 现在他有睡意了 却又想醒着 诸天万界 无尽宇宙 有没有至高生灵无眠 出来一叙 五百年后 他早已进入阴六对应的地界 开始大喊 为的是让自己保持清醒 还有没有人醒着 谁敢与我一战 王轩喊话 晋升到圣极领域后 他确实也有些手痒了 我不想睡啊 千年后 他送自己的真经 极力避免合上眼睛 这要是在途中躺下 估计一睡 就是地老天荒 从阳九地界 踏上龟城 一千二百年后 原本昏昏欲睡的 王轩猛的抬头 瞬间就清醒与精神了 因为有十五色奇光 在剧烈闪耀 发现老六 第一千三百三十九章 一睡就是数一年 永济时代 无边的黑夜中 王轩一个人赶路 真正体会到了 什么叫孤独的安静 举世沉寂 超凡领域 没有一点声音 这比孩童时期 一个人走过偏僻 而又漆黑的小路 恐怖多了 现在他倘过无尽宇宙 一千二百年以来 宛若在重重叠叠的深渊中独行 现在看到十五奇光盛放 怎能不激动 前方是重的故乡 王轩由瞌睡上脑 到精神勃发 只用了一息的时间 他随身携带了 四千多年的 十五色木簪亮了 提醒着他 从未见过的六号 超凡源头终于出现 重 一张起源骨铜脸 混源蜜银虚发 全身缭绕重金属仙气 让王轩对六号源头 都有所怀疑 该不会是一个 冰冷的机械生物世界吧 尽管对方否认了 说和机械无关 连金属生灵都属于小众 前五十大种族都算不上 可王轩还是觉得 这地方金属气有点浓重 沿途中 他就看到一些钢铁丛林 部分金属残骸等 王轩立身船头 接近一片彻底 被黑色大雪淹没的 超级世界 庞大无比 高悬深空中 原来黑色鹅毛大雪 也有穷尽时 停了 他仰头望天 只是偶尔间 还有灵星小雪坠落 六号 超凡源头里面的景物 彻底看不到了 早已被深埋 他经意 在这个源头世界的中心区域 应该是一片 巍峨的群山 规模大道不可思议 高高隆起 而且透过黑雪 发出微弱的光 众说过 他们的超凡世界 曾经捕捉到过 归真之地 坠落出的成群成片的大山 被称作无量圣山 这就对应上了 此地应该就是 阴六地界最后的一个 超凡源头 不简单 我怎么感觉 熄灭没多少年 该不会可以 比肩四号和五号 融合后的 超级神话大世界吧 王轩谨慎上路 然后不出所料 触发了六破领域的法阵 黑雪下游 无边纹理蔓延 形成光幕 他一阵无言 每个超凡源头的戒备心 都这么重吗 在那些超凡涌机史上 是不是发生过什么惨祸 所以 不同的源头 历代以来 到了这种时刻 都严防死守 轰隆 无边的光束打来 这是六破法阵 在自动反击 似乎很高级 而且 还有很多金属丛林亮起 那是巨剑 自动开火 王轩数千年以来 总感觉诸事死气沉沉 无比寂静 现在好了 出现这么大的阵仗 热烈欢迎他出现 他急速横移 迅速躲避 即便自身实力再强 也没有必要成为靶子 更何况 火力真的不弱 其中一艘巨剑 绝对是高阶真盛级的 火力很猛 王轩严重怀疑 这是不是太初母见失散的兄弟或父母 最强的莫过于一副光明假咒 缭绕着无尽遇到纹理 带着浓郁的大雾 冲了出来 他瞬间暴涨 顶天立地 向着王轩这片地带拍击 假咒并没有人穿戴 他自身就有强大的意识 属于战甲通灵 成为六破领域的超级怪物 真没意思 你们这些源头都很排外 既然不欢迎我 那就算了 其实我过来也就是看一看而已 咱们下一集元末年再见 王轩果断转身离去 不想和六号超凡源头的老怪物起冲突 他来这里最大的目的是为了记住坐标 下一集末年 神话更迭时 他会赶来 以再道指承接这里的道运 以及具现不朽的经文真益等 他四处游历 长夜不眠 寻找几个超凡源头 主要是为了下一集末年做准备 所有源头的真运 他都有机会捕捉 不止一位六破老怪物杀出来 被惊醒后 他们起床气太浓重了 哐的一声 深空都被打爆了 其中一艘巨剑复苏后强大的圣人 应该在两个大境界都遛破了 炮火猛烈 打穿一个腐朽的大宇宙 而后 他在瞬间化形为一个庞大的机械人 一刀斩过 那片死气沉沉的宇宙被他斩断了 真凶啊 王轩瞥了他一眼 无声地消失 他前往老六源头对应的极暗阴影之地 果然 此地也锁着一个生灵 是一个机械怪物 黑漆漆的灵甲此时睁开了眼睛 从大雾中走出 探查到真相后 王轩没有和他接触的意思 刹那远去 不就是出于好奇 且下一记想拜访你们吗 至于反应这么激烈吗 王轩在深空中自语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然后 他就默默苦休 真的等了十年 且让自己精神状态好起来 然后 哐 等 十年之约到来后 他打大鼓 震大锣 都是以六魄领域精神之光具现出来的 从六号 超凡源头边上路过 就此飘然远去 一群老怪物怒了 肝火大动 杀了出来 终于 王轩又坚持了三百年 努力沿着旧路线 朝着记忆中的一号超凡源头接近 但还是相距无限远 他终于撑不住了 在沿途的腐朽地界中 要睡着了 唉 一号超凡源头 已经永继五千多年了 我坚持到现在 也算不易了 等于正常的一纪元了 王轩找了一个地方 相对柔和 腐朽气没那么重的地带 他没有进某个具体的宇宙中 避免沉眠时 被普通生灵的飞船等惊醒 这些年 他早就有所准备了 即便是要沉睡 也提前为自己研究出一篇经文 结合父母的 《九灭众生经》 以及《诸神时代》的一篇梦道典籍 还有《真意经》 重塑为最适合自身的蜜篇 陷入最深层的长眠后 经文大概率会停下 能坚持多久 就坚持多久吧 深空中 很偏僻的一个角落里 相邻重重叠叠的大宇宙 浓郁的大雾腾起 蔓延 扩张 雾的最深处 一艘小船漂浮在晶莹的湖泊上 王轩正式陷入神话东面中 在他体内和体外 超凡因子 沿着神秘路线流动 超凡未息 经文缓慢运转 当我在遇到境界也遛破 甚至 成为高阶真盛时 在遇永迹 应该就不会陷入沉睡了吧 这是他睡前最后一个念头 岁月流转 一世又一世的更迭 其间有的残缺的宇宙塌陷了 重新诞生 而有的宇宙中 星海间凡人的文明 璀璨了又毁灭 很多种族繁盛了又消亡 在岁月流转间 各种循环往复 没有了神话 失去超凡后 无尽种族 各有各的极尽辉煌 但很难挣脱出一个大宇宙的束缚 果然 正如王轩所料那般 他入睡后 在永迹时期 一切超凡属性都锐减 本应自动运转的经文 渐渐停下了 在他体外有些脱落的指甲 干枯的皮质 总体而言 对他还是有益的 体质提升 部分蜕变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王轩被惊醒了 他感觉有毛茸茸的东西 碰到了他的脚掌 哪怕在最深层次的神话冬眠中 他也有了应激反应 这还了得 被人摸上家门了不成 他瞬间横移 高度戒备 扫视视野 然而 在他有所动作时 衣袖被擦中 不轻不重 那是一枚菱形的黑色金属鳞片 飞射过来 让他感觉离谱 迷雾深处 还有人可以临近 这是谁打进来的 同时 他在船尾那里 发现一根洁白的羽毛 刚才是他飞进来 擦中其脚掌 将它惊醒 片刻后 深空镜头传来剧烈的能量波动 有莫名的恐怖生物在大战 最终路过这里 一只位漆黑的金属猛兽 很是眼熟 王轩瞳孔收缩 这是六号超凡源头下 自所的机械怪物 通体黑色的鳞片 尖头破损 正在和一只雪白的猛禽薄沙 在这六大源头沉寂 全面冰封的时代 这种怪物 居然主动跑出来了 再和莫名的存在血战 王轩确定 他们肯定远超单一六破者 也许三次六破 也许是真王 主要是交手过于短暂 他们实在太快了 一冲就过去了 无边的勇机深夜中 超凡者都在沉眠 你们却在打架 此刻 这该不会就是归真之战吧 已经上路 而后又打到了现实世界中 王轩自语 毫无疑问 那两个生物都是遗骸 属于和归真之地 有关的妖魔鬼怪 行 我记住你们了 饶我沉睡 下一集再见 王轩手持洁白羽毛 与黑色金属鳞片 他挪窝了 换了一个地方 再次陷入神话冬眠中 短暂醒来后 他依旧困意十足 现在很可能才陷入 万古长夜中的午夜时刻 时光流转 宇宙星系生灭 根本无法计量 究竟过去了多么久远的岁月 当有一天 一声闷雷响彻升空时 无尽腐朽的宇宙 像是来到惊折时刻 春雷炸动 万无要复苏了 王轩尽管处在很偏远的地带 远离了六大超凡源头 但还是有所感 眼皮动了 不只是他 当年 有些没有跟上超凡源头脚步的 至高生灵 原地卧倒沉睡的存在 也纷纷苏醒 尤其是 离各大超凡源头 稍微近一些的老怪物 第一时间起身 舒展筋骨间 星河都跟着共鸣 其中 某片地狱中 五节山的真圣 五节 热泪盈眶 感动了自己 在一处腐朽之地大喊 还活着 又熬过了一纪元 当年 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会被回归的必杀名单抹杀 想在临死前 为道场解决掉最大的祸患 不计后果的追杀 对五节山恶意最重的归须真圣 最终 他将归须真圣捶爆了 但是等了好多年 也没见必杀名单跟下来杀他 直到纪元更迭 超凡源头转移 他才回过外来自己不见得会死 那张名单不是血色的了 是否一切清零了 不只是真圣 连部分奇人也复苏了 准备动身上路 一号超凡源头舍弃的旧中心 一只庞大无边的老龟 缓缓睁开眼睛 哈欠连连 到 新纪元开始了 呃 好了呀 勇纪时期 我消耗得太多了 瘦得不成样子了 神龟碎瘦 悠悠近时 我得缓一缓 先练个长生功 调养几百年 略做休息 不同的超凡源头 都有电闪雷鸣 这是超凡界的经哲 在全面复苏 一号和二号超凡源头 同时在动 彼此相向而行 向着他们之间的大宇宙飞跃过去 竟要融合进同一地 事实上 目标宇宙提前一万年 就被辐射了 进行了预热 那里早已有超凡种族崛起 道友 又相见了 远方 二号超凡源头的六坡大老云林 带着笑容 看向对面的手和鸽 事实上 双方都很满意 两大源头竟要归一了 这样的话 很多走到路的尽头的志强者 都有机会更进一步 嗯 突然 云林面色变了 远方隆隆而动 有个超级源头在复苏 距离他们不是很遥远 甚至在接近 催动一整片大宇宙在移动 风云激荡大时代啊 手眺望远方 那应该是三号超凡源头 当年他并未彻底远去 他容不进来 但会成为恶灵 六坡大老云林面色沉了下来 王轩呢 手复苏后彻底清醒 眉头伸锁起来 第1340章 《星纪元万物复苏》的季节 手眉头伸锁 很是担忧 当年王轩被惊得顿走 冲向一号超凡源头之外 此后再也没看到 他心中浮现阴霾 那神秘的白色短发青年 到底是何方神圣 《星纪元》开启了 王轩如今在哪里 当年 首寝动哥 还有另外一位六坡强者 在无边的永迹黑夜中 搜寻很久 但没有任何结果 说起来这是上一季的事了 最起码过去了数以一年 但对他和哥等人来说 都似是在昨夜发生 万物复苏 春雷乍洞 一切都惺惺向荣 生机勃勃 除了疲累 很饿 较为虚肉外 我怎么没有睡了很多年的感觉 苏醒的人们 纷纷开口 一睡就是数一载 这是所有超凡者 都亲身经历的事 深思可怕 可是 上一季所有事都依旧清晰在眼前 一夜 就是万古 六坡大老哥清探 越是到了这个高度的强者 越是对神话冬眠 以及永迹时代 感到敬畏 这是崭新的一天 大时代从此刻开始了 风云际会 很多人满怀希望 斗志昂扬 想在这一季 轰轰烈烈地崛起 两个源头正在进入 同一片大宇宙 即将融合 给人以无尽遐想 很多超凡者的上限 注定要被打开了 这将是一个超凡盛世 属于所有人的盛念 各位 璀璨纪元就此揭开序幕 你们准备好了吗 少数天纵旗才最是激动 慷慨激昂 只要把握住机会 他们这种人 注定会一飞冲天 二号超凡源头 各大道场内 诸多核心门徒 也都是满眼的火热 露出激昂之态 福野师兄 在这一季 你注定会成为真盛 但这应该不是你的最大目标了 你要第二次遛破啊 单一遛破者 福野没有说话 但心中确实有凌云志 既然大时代 给予了他这么好的条件 那自然要竭尽所能 踏出那一步 当想到三号源头 也在不远处后 他认为 那里或许也是机会 他有信心 终有一天 站到真盛六魄层面 一览众山小 不过 很快他就想到了 一号源头的那位对手 应该也是偷袭他 从他手中抢走成道平的人 潜力很强 这一劫 看一看谁能冲得更快 走得更远 福野心绪激荡 抬头望向对面 随后 他又侧手 看向另一个方向 三号源头 那边 或许有更加强大的 六魄竞争对手 那个源头很特殊 融合过不息的归真奇景 哼 你们以为两个源头 融合在一起 就可以摆出高姿态了吗 相据这么近 稍微适应后 我们肯定也能进去 三号超凡源头 有真盛带着冷淡的笑容 所谓的大融合之地 又不是很遥远 也是他们的机会 连六魄大佬都开口了 看着远方 自语道 你们认为 我们将会是恶灵 越是这么想 越会期待来什么 不要过于乐观 其中那个 我们没有具体接触的 超凡源头 很不简单 我已经听到那边的对话 捕捉到各种精神思感 那里 应该出过不少超级强者 什么麻 无 万一出现 那个源头 可能反过来 成为我们的恶灵 也有六魄强者很谨慎 这样提醒 随后 他补充道 一切都是为了归真 如无必要 先成为善灵吧 或有争斗 但留给下一代 让年轻人去争一争 这样更好 若有意外 也不算彻底撕破脸皮 伤了何且 一切都可挽回 新纪元 一切都还未开始 各方就已经在彼此摇视 纷纷暗自思量 如何面对璀璨大势的融合 交流 以及碰撞 惊雷乍响 那是道泽的运转 是唯一道的辐射 纵然远在深空中 王轩也有所感应 从神话东眠中复苏 他走出迷雾 感受到重重叠叠的大宇宙不同了 腐朽之气变弱了一些 有勃勃生机从远方飘样而来 我也是活到第二季的生灵了 兽术 真是圣人 我到底几亿岁了 当王轩琢磨具体数字时 浑身不自在 他成为一个老家伙了 细思的话 让他对永迹和神话冰封 都有些不寒而栗了 还好 他内饰自身后 确定并无衰败腐朽气 原神中没有留下 时光年轮的密密麻麻的痕迹 他依旧青春蓬勃 年龄只有区区 数千载 看着数字不算小 但是 他其实应该属于最为年轻的真圣了 在这个领域的人眼中 还是幼崽 毕竟他是遗迹成圣者 即便是在很多大人物眼中 都会觉得很不真实 因为按照正常轨迹 遗迹元的话 连一人都难成 须经历超凡中心更迭 改换一个大宇宙后方可 王轩笑了 他想到了那些故人 如母宇宙的方宇竹 老张 剑仙子 青木等 还有就中心的冷媚 牛布 狼欢 晴空等 人实在太多了 但很快就要再见面了 他可没有恍若在弱日的感觉 因为 他一个人独自在无尽的黑暗宇宙海中 流浪了数千年才沉眠 有段时期 估计感太强烈了 他颇为想念那些熟悉的面孔 想和它们重聚 他活动了下筋骨 部分老皮脱落 露出新生的肌肤 如他所料那般 为自己准备的经文 在沉眠中停止运转了 虽然没有在梦中破线 来到遇到十一重天 但是也快了 估摸着静心超凡中心后 稍微巩固下就可以了 王轩没什么不满意的 他立刻就动身了 因为 他相聚一后 超凡源头还很远呢 当年实在够野 跑了太远的路 于诛天万界中 寻找各个神话源头 这要是回去后 是否会下老师兄手一大跳 王轩微笑 沉睡前 匆匆别过 而再次回归时 他就是真胜了 至于那些对手 以及各大道场的真胜 对我心怀叵测的人 这次要 吓吓你们 王轩底气一下子就提升上来了 他驾驭迷雾中的小船 滑坡最高等精神世界 沿途留下模糊的遇到痕迹 以超越常人想象的速度 开始赶路 显然 沿途中 不止他一个人在狂飙 也有其他真胜出没 深空那么浩瀚 宇宙无数 他居然有幸遇到一个 当然 他只是远远的瞥见 没有去打扰的意思 其实主要也是 他的活动范围过于广阔 彻底超纲了 所以才有了这种意外的交集 很明显 他们的目的地不一样 看样子 那个至高生灵 应该是赶向一挥 明玄他们所在的 超级神话大事件 你们都以为我死了 可老夫活出新生 你也盘了 这一记注定要惊艳了时光 惊吓到所有对手 那个至高生灵 精神之光波动剧烈 看得出他心情很激动 对 对 对 你说的全对 王轩和他远远的交错而过时 这样大声喊道 远处的生灵心头震动 这是什么怪物 我有精神领域的无上至宝 才能在最高等精神世界中 急速横跌 他怎么比我还要快很多呗 王轩没有结实的意思 瞬息就消失了 就这样 他以超越常理的方式赶路 依旧消耗过去了上百年 若是换成现实世界的常规道路 让很多真圣都要眼前发黑 可即便这样 过了这么久 他还在路上 并没有赶到呢 他自己都择舌 长夜前夕 他浪得太过遥远了 但是 他一点也不后悔 不然怎能能抵零阳九之地 又怎么能发现 英六的最后一个超凡源头 一百年的时间 足够一号和二号超凡源头 投进一片灰红的大宇宙 彻底完成融合 宏大的神话世界 圣地灵力 无比凡胜 不愧是融合后的超级源头大世界 道运 超凡因子等 都远超利贷 连六破领域的强者 都心头俱正 哈哈 部分真圣都失态了 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样的大世界 让他们看到了 踏足竞技领域的可能 不止如此 周边的宇宙也被照亮了 辐射的范围很广 这注定会是深空灿烂 附近宇宙皆超凡的结果 百年来 一号和二号超凡源头 合并到一起 两个大世界的超凡者 自然也要跟着融合 有密切交流 当然也存在摩擦 因为谁不想占据最好的地盘 进入至高净土中 好在六破领域的志强者碰头 有效地把控住着节奏 没有让矛盾与纷争扩大 相对来说 总体气氛不算坏 有竞争 有交流 让星纪元的超级神话大世界 更加显得绚烂多彩 在此期间 三号超凡源头无限靠近 真的距离不是很远了 照亮了附近更多的宇宙 这简直是前所未有的神话时代 最起码 对于这一纪元的超凡者来说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阵仗 三源头映照 共灰映 三号源头的大佬暗中拜访 在大宇宙外 河首 戈 云陵 混天等六破者 隔空相望 这次似没有要穷凶极恶血战到底的意思 他们和善地笑着 表示想成为隔壁宇宙的好邻居 甚至 他们积极窜多 若是三方共同努力的话 未尝不可认为迁移 让三个源头在本纪元中期合一 二号源头的六破大佬云陵 混天对他们没有好感 因为有血债呢 这种谈判注定很复杂与曲折 也注定了未来会有过激的摩擦与争斗等 一片仙山净土中 见仙子江青瑶 在超凡通讯器上喊话 王轩 冒头啊 新中央大宇宙的秘王已经通畅了 你怎么还不出现 虽然我封禁了你五百年 但已经提前给你解封了 老张也在群里留言 小王赶紧出来 钻脖子大法 已经被我领悟到六点零版本了 苏来 让我猎猎手 一代剑仙轻木复苏了 王轩你在哪里 陈破县 正在喊话小王 赶紧出来 别潜水了 陈永杰也出生 新纪元开始百余年了 可是 王轩还没有出现 让一群故人都强烈不安了 尤其是 他们联系上了遇到齐 结果他却说 先等一等 可是 这一等就是上百年 所有人都坐不住了 他到底去了那里 方语竹簇 非常担心 都说打弟弟要趁早 王轩出来 让我打湿段 妖主也在喊话 虽说现在打不过 让他咬牙切齿的恶地了 但他还是很关心的 同样的不安 在黑孔雀山晴空 狼欢等人那里 正在上演 也在想办法联系王轩 究竟去了哪里 妖亭 冷媚 王道等坐立不安 想尽各种办法找人 牛部都快发布 寻人启示了 怎么会这样远 王轩还在一路狂飙中 150年过去了 他依旧差了一段距离 他如今都成为真圣了 归程所需要的时间 比以前要短 但是 架不住路途 真的过于遥远了 化形为人的遇到齐 嘴巴虽然又臭又坚硬 但是 也挡不住 各方熟人的持续追问 他最终秘密告诉了部分人 一群人得惜昔日真相后 心都沉了下去 王轩不会出事吧 王轩 你一定好好的 星纪元都开启了 熊很想念你 机械小熊和乐乐在一起 他们也在念叨 已经赶路200年了 王轩自己都冒火了 感觉要炸了 路途实在是太遥远 不过他终于有盼头了 有所感应 应该快到了 带头大哥哪里去了 怎么200年都没有冒头 不只是一群关系最好的故人 在念叨王轩 还有一群老小弟也在坛塌 如鹿坡 白毛围罗 巨兽青牛等 甚至连真正的才到老魔都在念叨 神话冬眠前 他走进一家道场 和鸣血教祖的真身相遇 观其十海 德系王轩是个艺术 他自语 了不得呀 应该哗啦到我这边来 待我未来成为两次六魄的神主时 也好有个左膀右臂 相近与超纲的人 应该走在道一起才对 至于王轩的那些对头 那些仇敌 则是则冷眼旁观 而200年过去了 有部分人已经有小道消息 德系他可能出事了 不经幸灾乐祸 听闻融合的超级神话大世界中 有个一人比六魄的浮野还厉害 应该去见识一番 便是三号源头 都有人在研究它 来了 我终于感应到了 一号超凡源头的璀璨光芒 那是 融合了二号源头 嗯 还有三号 源头在附近 真是远超预料 期待啊 王轩在极其遥远的深空中 终于冒头了 说人 对手 跟我回来 话用路途上遇到的那个怪物的说法 我回归了 时光将因我而灿烂 敌人等着 被惊吓吧 王轩心绪起伏 但是很快他又提醒自己 稳住 不要过于激动 确实还有可怕的对手呢 你怎么个人要고요 姐姐也不疑吓吧 我让你该看到 我可以跟不是 我可以说 都会看